各位其友大家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是要來做網路圍棋一段的對局講解 那這盤我是拿白的 前面呢 他走星小木 那我來走個 星位 然後33好了 33蠻少走的 今天來走走看 那他這時候可以選擇自己地角 或者是掛過來 哎呦他選擇這個奇怪的拆邊方向 那當對方小木有拆邊的時候其實 以前的下法可能 白琪會採取 二間D掛的會比較多 我現在那種理論好像已經被推翻了現在走一間高掛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我來走走看一間高掛 看他是要 夾我還是拖什麼樣 哎呦我走這個小尖 這個小尖確實不在定時範圍裡面 這我就簡單脫退這個黑騎應該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好的 跟黑騎用小飛相比的話 這黑騎明顯更萎縮了一路 這個黑騎應該比較差 這黑騎還是只能用飛的 不是說只能用飛啦 應該說飛會比這個尖要好 好那這起 我再去拆了 拆兩個就好因為畢竟他這邊對我的壓迫稍微大一點跟小飛相比 他掛過來那我就簡單小跳 他再跳起 看起來他想要擴張他的左邊那這樣子我們考慮去 稍微限制一下他的發展 看要不要先從這邊過來 不過這個飛的話如果他跟著一個 這樣擺起形狀本身不是很好 他被他點了撞了一貼 這邊這顆紙會被割開 所以我這個飛的話呢 形狀會比較差 所以我可能不想從這裡過來 那我 那我可能就 採取普通的 尖衝的手段 面對人家這種三 他如果是走在山路的話 的這種模樣 白騎這個尖衝算是 非常常用 而且 也很實用的手段 那當他貼這邊的時候我可以考慮用長的或者跳 你如果想走得更加清零一點就用跳的 那你如果覺得 也不怕他攻擊你就用長的 長的 壞處是稍微會重一點 他拐這裡一般來說應該是稍差 可能 黑騎要剛剛應該要挖黏 可能會比較好 或者拖先 他拐這的話我就跟著長一個 這樣他是不是還得長 如果他不長的話這邊將來被我一虎這白騎形狀非常好 他不知道是不是想拐了跳過 結果他沒有 只拐了一下拖先 那這樣這個還不如不下呢 應該要直接 直接拖先明顯還更好 那這裡他掛的話我夾擊他 那看他是要點腳還是怎麼樣 喔他跳起跳起的話那我就跳一個 那他肩衝過來 這時候我可以考慮要不要往這邊踢他一下 踢他擋然後我扳一下他頂 這也是一個定時 應該雙換也差不多 那如果我從這邊爬當然也是有啊 我爬這個然後他踢我拐一下然後再爬了一跳 這個定時應該基本上大家也會 如果說是有 網路一滴左右的實力的話這個應該也都會 不需要太多講 那這邊看他要不要補個段 如果不補的話我將來可以可以挖毡 他這個貼應該算是屬手啊 因為你如果不貼的話是用單飛的話將來再 飛過來這擺起這邊還有可能受他搜刮你這一貼的話等於擺起現在 活得比較愉快了 這個貼一般是屬手 那他想要現在去搜刮我的右下 那我這邊想要靠出 或者我就我如果挖毡是不是還行 挖毡吃挖毡他接我再衝過來 不過那個腳還有點 味道不太喜歡 我可能靠出好了 靠的話他一般來說是會搬 藏進去不知道有沒有 藏我擋 唉唷還真的給我藏進去那我擋會怎麼樣他衝的話 衝了斷這個戰鬥我怕他嗎 不知道我如果簡單沾住他肯定是要往裡頭飛的 感覺腳被他撈的有點舒服 我接他飛我在小間他走這裡我再把他挖死應該也還行 那我就沾住好了 擋的話被他衝了斷什麼的 有一些複雜也搞不清 結果他不是要飛進來 他不是要飛進來的 那也沒關係我這邊要不要先藏一下 藏他可能會尖 不過我覺得這個被他火我也不太痛 我覺得還好 那還是算了 這邊看我要拐住還是吃這裡我覺得都還行 我可能吃好了 吃的話看起來實控會比較誘人 拐到他可能飛我一下再自己補 我自己的空隱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乾脆這把他挖沾掉 那他這時候他沾我再吃 他不老實沾住 他是先脫腳 那我這個腳當然要先護住 這腳必須保護 他是想要這麼來 就 這樣走意圖去 就地安定 不過他這邊 外面還確實是還有問題 我這邊單斑一個怎麼樣 單斑一個他打了摳吃我藏他沾住 我衝過去 他沾我這邊要補一個 有 有一點複雜 一時算不是很清楚 我如果沾都被他虎感覺他這邊活得太愉快了 我這個 我這個腳應該不能讓他舒服的做火 搬的話被他打了摳吃出去 這我確實不太好 不然我可能吃了吃好了 直接把這顆吃掉 然後他打了挖死我 他打了挖死我的時候我拐下來 這邊他敢貼嗎 喔不過貼 貼我可能先搬一下 然後在這一段 算 一時沒算清楚 但我感覺他不太行 我感覺他應該不太行 或者我或者我可以單斷他如果敢貼我單斷他搬的時候我還可以打吃 感覺他應該是不太好 所以他還是選擇這邊 走回去 這邊走回去那我就也回家嗎 好啦這樣白騎也還行 這個腳基本上還是我的 然後他這邊斷點 他這邊斷點不補啊 我以為他剛剛這手總是要回去補 他既然不補 那我確實很想去弄他 這邊 我覺得他是 很薄的 打了長出 跳那我們 再從這裡殺出來 這個衝斷是不存在 因為我可以打貼裡面 所以 應該不怕他吧 他走 那我們就跟著跳出就可以 他現在有兩塊要跑 我是覺得 黑騎稍微難下一點 感覺上 這個虎柱 我還可以再板出 把這邊切斷 如果再把這塊算上的話 他有三塊 有三塊不安定的東西 現在騎稍微有點亂 就變成一個混戰 嗯 這邊下一步挖斬 我虎的話 好像 白騎好像不會死 但我很想炒 這邊追翔能不能敲到 算了還是單場好了 這邊我就暫時不切斷他好了 我想先檢討他這裡 這邊飛過來 還是我從這邊跳過去 跳被他搭住 怎麼下是最好 我想看看 算了 飛過來好了 就很多時候還是不要怕跟對方戰鬥吧 因為 越戰鬥 你才會去計算更多的東西 那這樣才會進步嘛對不對 他靠我就先搬過來好了 我這邊擠有一個絕對先手 他不硬的話 我這邊要斷 斷他的話 他下面應該 下面局部是活的 那我這個擠也不是絕對先手 因為他團了一打 局部他是活的 我剛剛一時沒發現 那我那我這邊 確實不需要分斷他 反正他局部都是活的 他斷我 他斷我 那我打了沾住好了 這顆只讓他吃了 有時候 想攻擊對手 你的 戰略可能要 更加靈活一點 不是說哪些東西一定要 哪些東西一定不要 就有時候 確實是會 會 會變化多端的 真的不說 這個棋我們可能擔草 被他打了 打了 不算了我還是粘住就好了 這個紙我就氣了 我如果能夠把中間的潛力能走到走出一些 倒是也不錯 接著接著攻擊他 本來我這裡跟中間還稍微有一點薄的情況下 能夠走成這樣 應該擺起總是舒服的 我再接著跳一下 那我再理 那這邊他如果不補的話我 我點腳 他確實要搶一步 他想要 他想要進來 不過這我本身就有衝斷的事情 不過直接衝斷應該不行 被他打了一團 我這拐不回家 被他搬死 暫時還衝不了斷 而且 不過我 不過我這邊有一個 點腳的東西 我覺得他 右上腳很薄 他雖然連回家了但是 自己很薄 或者我剛剛有可能用飛的 感覺要被刮他這個起 他剛自己再補一個算是比較紮實的 不過他可能受不了 覺得被我飛住中間太大 那我現在就爬吧 他這個是要衝斷我嗎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他先先走這裡 他先走這邊 那我這個也飛出去吧 他直接穿巷也過來 那我這邊 衝了幾 我這邊貼好 這邊再把這邊眼位破掉 貼的時候他敢不敢衝斷啊 衝斷我打了一 粘住 唉唷 我慢他一氣 那這樣我這一手貼不到 那我單補一個好了 單補又要補在哪 補一個 補一個 看他要不要回貼 回貼的話確實他很委屈 他斑我還是先擋住 他這邊要弧 那我這邊就可以貼 我是要貼他還是我要先敲他 他現在整塊是不是死活還是有問題 我真的貼他可能不要了 他板進來 我吃他吃我腳 這樣我反而不便宜 我可能還是要敲他 他如果開截 他去哪找截 衝這裡 他有本身截是不是 還是 我就粘住是不是也還行啊 我就粘住 其實我也可以考慮找截 但是 伊斯蘭的想要去讓他找截 我怎麼這邊衝過來 這個也沒有用 他團弱 殺不了他 我就自己沾 我看他怎麼下 擠我這裡 喔擠我這裡 好可以 其實 不是說一定要殺他 這個其實 通常還是殺不到 所以這邊 我就順便貼到好了 斷我可以截阻 漫我一切 所以我這邊順便把他的眼給破掉 這起通常還是殺不到 當你想吃對方的龍的時候 通常就是 吃不到 這邊我立下是可以多破他一點眼 我本身目數虧了 看我 這有必要嗎 還是順便立一立好了 不然怕他脫先什麼的 他還是要還是要去上面找眼位 因為他提的時候我得補 不然這邊尖我自己反而掛了 我自己要補 他去上面找眼位 他怎麼用貼的 他怎麼用貼的 這被我飛下來他確定找得到嗎 我剛剛 他剛剛如果用拐的我準備放他火了 想說這起他也沒什麼空 我就讓他火了 他這樣走 我腳上 我腳上應該不是近死的起 如果這起他跟我走成打結的話 我總是不怕 腳上他點這邊好像是最好 他點這邊是不是最好的 看起來好像是 走其他的我好像反而近活了 不過一時我也沒算清楚 他是不是沒發現 我很想跟他講 這邊你應該要點進來 走別的比方說斑的話我好像直接跳 他點入了 看來對方還是很有實力 這裡確實下的不錯 我這邊看起來是要跟他打結 團組 好 就併住 這樣他就斷入 然後我開題 他本身結應該有幾枚 我也不知道 他用病的 用病的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這樣我一沾局部變成 雙火 你衝進去我團這裡 或者我立下 變雙火 哇 雙火這個起他就爆啦 對不對 這個我就團住 這樣子 這樣子雙火就沒戲唱啦 哇他還後手死 這怎麼辦我給他一點尊敬我提他一下 還真的後手死 算了我沾一個 他剛剛這個起 我簡單附個牌 從頭看好了 左上的定時還是 他如果要下也是應該下用飛的 這樣的話可能還行 我這起看用大飛或者拆更遠 都可以 他實戰這個尖確實不是定時 可能自己讀到的東西 我一般來說還是不太好 然後他想擴張左邊但是 他這裡是低位 所以我這個可以輕鬆採取尖衝的方法 這是非常常用的下方 然後他這邊這個拐應該不好 那右邊的定時呢 他 貼一下應該是屬手 我這個應該不要下 然後沾的時候我本來以為他是要飛入 飛入的時候我不準備要 先這裡 他如果就這裡的話 我這邊就搬了連搬下 這樣子 他這邊好像可以吃出去是不是 這樣我就吃一顆 不知道這起怎麼樣 也差不多吧 那如果他沾的話 沾的話等於我外面有收穫 然後他再去角裡面 哎呦他這個起好像不火 他沒法立這邊被我夾爆 這樣的話他這個這圖應該明顯不好 所以他還是要吃出來 這樣子我就把這個給割下 我本來是準備這樣下 或者說他 他走這邊的話 然後我就要這邊了 然後他打了沾 然後我衝死 這樣也是另外一圖 不過沒想到他他不飛進來 我是覺得他飛進來應該更合理 走這個挖沾 不過這個起也差不多 但是他這手應該不要提 我覺得他明顯應該補這裡 這邊這個斷點 還是很嚴厲的看起來 這樣的話我可以搶到這邊 白琴應該也還不錯 不過他提明顯非常小 這只是一個小關子而已 我不懂他為什麼要在這邊提手 這邊被我斷的時候就 會比較嚴厲一點 後面的戰鬥呢 白琴把他這顆紙割下來 然後中間發展出巨大的潛力 走到這裡白琴已經 大獲成功 然後 他為了破我的東西沒辦法搶一步 那這樣子右上角就被我刮了 不過其實我好像下這邊更簡明一點 這個 這隨便刮兩下應該就就還行 木數總是已經好 好很多 不過點33當然也可以 另外在右上角的一個局部來說 他這個明顯應該用斷 他第一手點的是下 下的應該是對的 但是再來應該 用斷 那我準備提結 雙方再打個結嘛 然後他這邊再沾 然後我再提 那就後續再進行一個打結 隨便 這個也不知道是不是結彩 反正大致上這樣子 那我如果再回去擋的話 這樣我應該氣不夠 所以我應該不能打那個 所以當他提 當他找到結去提回來的時候 我應該就得 想辦法去外面找結 其實擺起有點沒必要說真的 其實我應該一開始就不要點33 直接外面飛一飛 就很簡明 這樣子就很簡明 那不過後來點角是引發出他的一個失誤 他這個 併一個這個應該是算錯 被我走的雙火車 黑旗外面就等於自動死亡 好那這盤其實就跟大家講到這邊 最後呢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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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